第26届上海电视节于8月7日正式闭幕 在当晚举行的白玉兰战坊颁奖典礼上 各大奖项系数颁出 其中陈宝国凭借在老酒馆中展现的精湛演技 获得最佳男主角奖 严妮则凭借在少年派中的出色表现 摘得最佳女主角奖 电视剧破冰行动荣因最佳中国电视剧奖 当晚陈宝国因为没有来到现场 奖项由主持人曹可凡带领 值得一提的是 此翻译是陈宝国第三次提名白玉兰奖最佳男主角 且已是第二次获奖 而严妮于当晚也正式集齐了精英奖 飞天奖白玉兰奖三大奖项的最佳女主角于一身 获得大满贯 严妮表示非常感谢大家对她的支持和认可 她透露自己在演绎任何一个角色 都需要一个寻觅和挖掘的过程 我也一直在想说寻觅是必不可少的 所以每次在拿到任何一个角色的时候 我是很忐忑的 我就是一个 就是说也是一个新人 我希望通过这个角色 挖掘我身上的潜质 所以说这个过程是快乐的 其实也是痛苦的 是有五味杂陈的 被问及回家后 会与女儿邹元清如何分享获奖的心情 严妮表示 其实她们彼此之间一直交流颇多 她相信为了女儿也能在表演的道路上 有所沉寂和收获 其实我们俩也一直在交流 从表演上来讲 我觉得她也能走我这个路 我觉得我们能交流的时间可能更长 为此而感觉感到非常的高兴 就是我们总是有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话题可以探讨 这个是最主要的 当晚的最佳导演奖颁发给了电视剧小欢喜的导演汪俊 在汪俊看来自己比较擅长现实主义题材剧的指导 不过他并不会排斥走出舒适圈 去挑战其他类型的影视题材剧 那么古装剧也好 或者是年代剧 或者是谍战 甚至是就是我说像说的玄幻啊 这些我也我也愿意去尝试的 当然现实主义可能是我的 怎么说的看家本领 或者什么可能下面的两部戏 今年年底和明年初的戏 可能都是现实主义的戏 我觉得这个现实主义是很有 现实主义创作很有魅力的 你能真实它能够直击人心 你只要真实 你只要生动 你只要敢于面对 我觉得一定会打动观众的 最佳男女配剧奖则由在清雨年中 甘当绿叶的话剧演员田宇和在小欢喜中 扮演焦虑型母亲的演员桃红摘德 两部网络热播剧在当晚收获破风 清雨年同时还摘得最佳编剧改编奖 而最佳摄影奖和最佳美术奖 由长安十二时程获得 呀 门